一天夜里 黑龙江邻去 有位村民家里400斤重的大黄牛突然丢了 当他在自家附近的树林里找到牛的时候 黄牛已经被吃得只剩残骸 现场还留着十几厘米宽的动物脚印 那么大一头黄牛被吃掉暂且不提 村民觉得这很可能是老虎进村了 一想到有头老虎夜里在自己家附近徘徊 他就觉得心里发颤 急忙去报警 这头牛真的是被老虎吃掉的吗 如果山里的老虎又饿了 会不会吃人呢 这里是万五林 欢迎关注熊探长 带你探索有灵万物 事发的大海林林区位于牡丹江市 离中俄边境不到200公里 山多林密 气候寒冷 非常适合东北虎生存 在以前甚至能达到山山都有虎的地步 根据去年全球老虎日时候公布的数据 我国境内的野生东北虎数量 终于突破了60只 虽然其中有20来只 据说是在中俄两地来回流窜 不过这个数字比两年前还是差不多翻了一倍 但是就算东北地区森林资源再丰富 现在留给野生动物栖息的面积 也远不如曾经 等东北虎的数量变多之后 它们喜欢居住的那种深山老林 很可能就不够这些老虎瓜分了 东北虎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 成年后的平均体长能达到2米以上 这种大个头让它们饭量也变得很大 所以在捕猎的时候都会优先选择马路 野猪这种大小的动物 但是东北地区气候严寒 在事件发生的牡丹江市 冬季平均气温只有零下17度到零下6度 属于寒温带行后 每到冬天野外的动植物整体数量都会下降 所以就算是在深山老林里 东北虎爱吃的大型猎物分布密度很低 为了找到合适的猎物填饱肚子 野生东北虎每次不猎都需要走很远的路 因此在完全没有人类干预的自然条件下 东北虎的活动范围非常大 通常来说 体型较小的雌性东北虎 需要300到500平方千里的活动范围 而一些体格非常健壮的熊虎 活动范围可能会超过1000平方千米 东北虎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用多说 这些大猫有着身为食物链顶端的骄傲 令地意识极强 在自己的领地里 只允许自己的猎物 以及不能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捕食者存在 除了求偶以外 一只成年东北虎 是绝对不会允许另一个成年同类 进入自己的领地 因此东北虎之间的领地很少冲叠 新出生的东北虎成年之后 就要自己去开辟新领地 现在 东北地区的老虎们整体数量变多 所有老虎加起来的活动范围 也就比以前更大 一些实力弱的东北虎 抢不到最好的地盘 就很有可能被排挤到 人类生活的地方附近 寒温带和寒带气候的冬天 都是最难熬的 植被枯萎 很多动物要么迁徙 要么冬眠 东北虎的猎物大量减少 就算是丛林之王 在冬天也少不了饿肚子 在自然界中 很多历史者不需要每天进食 东北虎一次吃饱之后 可以一星期不用再吃东西 但是在大雪封山的冬季 东北虎很有可能几个星期都吃不饱 只能靠抓点小动物维持生命 这种时候的恶虎攻击性非常强 只要能让自己吃饱 它们是不会挑剔猎物的 不管是人类家里养的黄牛 还是冬眠的年轻黑熊 这些原本并不在它们食谱里的动物 都会被东北虎袭击 2020年10月 我国首次发现了野生东北虎 吃掉成年黑熊的事件 事情发生在小星安岭的 太平沟自然保护区 观测显示 最近几年有好几只东北虎 从俄罗斯渡江进入了太平沟 这些丛林之王的到来 直接影响到了 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棕熊和黑熊 太平沟自然保护区的位置 比东北虎捕杀村民家里 大黄牛的大海林林区 更靠北方 位于黑龙江城北面的边境上 气候比事发的林区更加寒冷 10月份就已经下起了大雪 这样的季节本来就食物匮乏 几只东北虎的到来 让自然保护区里的动物 生存竞争更加激烈 食物链的情况也更为复杂 在整体自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 新加入的东北虎和熊 同属于顶级烈士者 又身处同一片山林中 彼此之间一定会爆发冲突 老虎和熊都是实力强横的食肉动物 但在各自的家族内部 因为物种不同 体型和实力也有着不小的差距 熊科中个头最大的棕熊 体长在1.5到2.8米之间 熊性平均体重300公斤左右 雌性也有200公斤剩下 单看数据的话 成年棕熊的体型可能还比东北虎更大一些 如果猫科动物的动作更灵活 这两种动物打起来的话 谁赢谁输还真不好说 但是在太平沟里 被老虎吃掉的熊是一头黑熊 黑熊的平均体长只有1.1米到1.8米 体重更是比东北虎要轻不少 排除一些极端情况 整体实力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重量级 而黑熊是一种杂实性动物 它们填饱肚子更简单一些 攻击性不会有那么强 而在太平沟地区的气候条件下 生活在这里的黑熊是会冬眠的 从季节上来说 被吃掉的这头黑熊 应该刚进入冬眠不久 体重正是全年中最重的时候 即便如此 它也还只是一头刚成年的小黑熊 体重可能只有100公斤左右 和一头成年东北虎更是没办法比 而东北虎不会冬眠 这个季节的太平沟 已经开始有了大雪封山的前兆 平时它们爱吃的猎物 往往会向南方移动 猎物少了 饿肚子的东北虎攻击性就会比平时更强 人们发现这件事的机会也很巧合 当天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 在进行着猫科动物专项研究 先在道路上发现了老虎的脚印 顺着脚印就找到了小黑熊的尸体 这头小黑熊在自然保护区里 还是很有名的 因为它比别的同类更加聪明 之前它非常配合地钻进铁丝网里 站起来去抓科考人员挂起来的肉 露出了胸前唯一一块白色花纹 让科考人员以这块白毛为标志 成功识别了它的身份 据工作人员说 当时小黑熊的腹部和颈前部都被吃掉了 肉还冒着热气 但他们并没有发现老虎的踪影 以为它是吃饱之后走了 然而 第二天工作人员要继续跟踪东北虎足迹的时候 发现在他们昨天下山的足迹后面 赫然跟着一串老虎的脚印 再想想昨天发现小黑熊的时候 肉还在冒着热气 就算是常年在这片山林中活动的工作人员 也不由感到胆战心惊 在人们观察黑熊尸体的时候 那头东北虎很可能提前发现了人类的动静而离开 但就藏在附近 工作人员都觉得后怕 如果昨天他们同性的人少 那在下山的时候 东北虎会不会突然抱起攻击人 就真的不好说了 一头野生东北虎 在夜里悄悄咬死了村民家的黄牛 还把400斤重的牛拖到附近树林里吃了个金光 这样的事在东北真不算罕见 既然能跑到村里捕食家处 那要是东北虎真的饿极了 会不会袭击人类呢 在了解野生动物的习性之后就会发现 这个问题的关键其实并不复杂 主要就是取决于老虎饿不饿 以及人类会不会独自遇上老虎 根据2007年一次老虎在村庄附近捕食家处的报道来看 那时老虎吃掉家处的事情时有发生 记者采访了一位老猎人 指出了东北虎为何会下山的原因 当年山上偷猎的人太多 野猪 袍子 马鹿等动物 原本是东北虎最主要的猎物 却被山上大量的铁丝套等陷阱捕杀 再加上当年正好下过两场很大的雪 东北虎在山上更难找到猎物 饿急了就跑到村庄附近捕食家处 当一头恶虎准备捕食的时候 如果恰好遇上一两个落单的人 就算他对人类再怎么陌生 只要他觉得应该能捕食成功 很可能就会袭击人类 毕竟野生动物没有道德和法律的概念 只有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事 但人类和动物不同 虎可以吃人 人伤虎却要担上责任 这听起来似乎并不公平 那为什么还有这样大力保护会伤人的东北虎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 自然界的食物链是缓缓相扣的 一旦野生东北虎灭绝 很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食物链简单来说 就是大鱼吃小鱼 小鱼吃虾米 最低级是微生物 往上是植物 昆虫 然后是以植物为食的草食动物 还有以昆虫为食的小型动物 按照这个规律 除了人类以外 食物链最上层就是豺狼虎豹这些顶级劣势者 假如一个地方的食物链缺了一环 那对于这个区域的自然环境来说 都有可能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东北虎也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上世纪的俄罗斯 曾经因为过度猎杀 导致东北虎的数量甚至还不到100只 缺少了东北虎的竞争和压制 西伯利亚平原狼的数量猛增 这种群居动物袭击家畜 甚至人类的时候 造成的危害也不比东北虎小多少 在我国东北地区 虽然没有很多平原狼 但山上的熊 豹等肉食动物也不少 就算不看肉食动物 换一个角度来说 东北虎是野猪 马鹿等动物的天敌 它们的存在可以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 如果没有东北虎 那么泛滥的野猪同样会成灾 另外东北虎的数量 还可以直接体现出自然环境的变化 因为食物链是层层递进的 自然环境保护得好了 小动物数量会直接增加 累积到最顶端 东北虎的数量也会跟着变多 但是东北虎给普通人带来的危害 也显而易见 对于普通人家来说 一头牛的损失可不小 如果无法得到补偿 那很可能会催生出报复型猎杀 这对于人和虎来说都不是好事 这种情况国家当然有考虑到 所以经过一次次修订的 野生动物保护法里 现在就有了明确的规定 当国家规定的野生保护动物 给人们造成了人身安全和财产上的损失之后 可以上报当地的有关部门 由当地人民政府来赔偿损失 像前几天黑龙江的这位村民 当家里的400斤黄牛被东北虎吃掉 他报警之后 当地林业局和警察一起来了 只要经过实地调查核实 确定这头牛是这家人养的 也是真的被东北虎吃掉 那就可以去申请赔偿 非常感谢您看完本期万物零 欢迎点赞评论加关注 您的关注是熊探长探秘的最大动力 请不吝点赞评论加关注